郑州社区书记称因防控缺席女儿成人礼 被批不知百姓疾苦 山东邻一多名防疫工作人员 与社区居民发生冲突被刑拘 前央视女记者张全林发文称 疫情管制中做个善良的人 郑州市官方星期天举行疫情防控记者会 就当地疫情防控工作进行自我检讨 强调要坚决纠正 严处层层加码 一刀切等过度防疫行为 郑州市中原区 同百路街到平安街的社区书记刘红英在发言时 先讲述自己所在小区 在这波疫情中才首次出现感染 但很快或有效控制 主要归功于基层前线防疫义工的望我付出 之后突然话锋一转 称前几天我的女儿18岁生日 然而我却缺席了她的这场成人礼 她称 当时女儿和她的猫咪拍了段短片传给自己 告诉我她在家里好的很 让我多爱自己一点 我看到这个 就转发到朋友圈 很多志愿者都在我的朋友圈 他们立刻截图 在居民群里广泛转发 还为我女儿送来各种各样的祝福 我把祝福又截屏发回给我女儿 她第一次对我说 妈妈 我第一次感觉 你真的让我很骄傲 说到此处 刘红英眼泛泪光 哽咽一下接着说 其实欠缺家人的 岂止是我们 是所有在一线防控的党员和志愿者 他们让我们更加深知 我们肩上的重担 我们没有退路 只有尽力冲在疫情防控的最前沿 刘红英的这番言论 引来的网民的反感 一些网民认为 这是何不食肉迷翻版 就如同 我已经一个月没有吃过西餐了 能说出这种话 真是够脱离群众的 有评论认为 刘红英本意可能是想 以此拉近与群众间的距离 却显示出领导干部高高在上的优越感 胡锡进星期一在微博发文称 刘红英的发言本身没什么大问题 只是说错了地方 他认为 刘红英作为一个社区的书记 不是公务员 而是相当于村支书 也是老百姓 要求他说话很到位 应该也没必要 如果换一个时间和社会场景 互联网对他发言的感受和反应 也可能与现在不一样 他认为 刘红英这样的发言 是郑州市记者会的一个不当安排 记者会的组织者和刘红英 都对舆论场的规律了解不够 郑州的防疫尚未走出困境 全国防疫正是吃紧的时候 这时面向全网介绍正面经验 需要非常谨慎 应该多讲群众的疾苦 少卖个人的辛苦 发言的语气和角度 都需要尊重大语境 与之相协调 否则就会适得其反 胡锡进还呼吁民众 应包容那些基层工作者 这样才能听到基层工作面的声音 胡锡进的霍悉尼 是阻碍中国民主发展进步的绊脚石 不知民间疾苦 只为自己歌功颂得势的干部 不要也罢 有法可依 执法必言 不是针对老百姓 同样应该对准当权者 并据山东临仪蓝山公安分局 官方微信公号发布通报称 蓝山区蓝山街道社区防疫工作人员 陆某亮 赵某正 赵某州等人 与社区居民发生冲突 并实施拖拽 殴打等行为 案件发生后 公安机关立即受案调查 目前 违法行为人陆某亮 赵某正 赵某州等7人 已被依法行政拘留 通报称 警方下一步将对侵害公民人身安全等 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 依法严厉打击 权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前央视女记者张权林发文称 防疫规定在执行过程中 具体执行者的裁量空间 其实是有的 就算严格执行 态度和位置 也可以大相径庭 而执行者的态度某种程度上 影响非常大 有次我去一个单位拍摄 门口的20来岁的保安兄弟 用手指着我的鼻子要我下车 他气愤的样子 好像我们是世仇 或者我是被缉拿归案的逃犯 我说 你可以换一种口气说话吗 他说 应该什么口气 我说 应该像对待兄弟姐妹 对待自己的同胞那样说话 因为你和我都是配合防疫 你是职责所在 而我也并没有做错什么 而且 我想跟你说 疫情总会过去的 保安兄弟顿了顿 音量渐弱 说 你跟我们领导说去 我说 不用了 这是我的健康码 我想 他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大概没有时间思考 我说的这些 思考 在这种特殊情况下 对每一个人都尤为重要 感谢大家